她把那么一个漂亮的老婆就一个人留在家里 自己常年在外边 我看啊 难保她什么时候真的成了王八 自己都不知道啊 对你长嘴啊 你不知道 人家玉娘可是一个贤惠首夫的女子啊 她才不会让王四当王八呢 静瞎说 是吗 哎呀 这个王四也不知道是哪辈子修的 居然比我曹某人还有福气 哎 该找人家就是比你强 人家有十一个脚趾头 你有吗 哎 王妈妈你乱说了啊 这人哪有长十一个脚趾头呢 人家王四就是比常人多一个 该找就是比你有福气 嗯 好 哎 哪天啊 你替我传个话 给那个十一个脚趾的人 就说 我曹某愿意出一千两银子 就把人给你送到府上 那好 那就一言为定啊 我只当是句戏言 谁想到竟惹出这么大的祸呀 怎么说在你眼里 玉娘是个贤惠首夫的女子 反正啊 凭我老婆子的眼光 挑不出一点毛病来 金无足痴 人无完人 挑不出毛病的人 说不定就有致命的毛病 道老爷 您这话 今日之事不许对外人演讲 你也要随时听后本官传唤 去吧 是 宋大人 有 吴知县 宋大人 听说大人要传讯证人 卑职想给大人打打下手 难得吴知县这么客气 不巧啊 王媚婆已经走了 大人 可否有什么收获呀 没什么收获 还不是卷宗上那些旧话 坐坐 宋大人 卑职真的搞不懂啊 您这葫芦里卖的是哪味药啊 膏药 一贴陈年的老膏药 宋某想问的 贵县一年前已经问过了 证人能说的 一年前也已经说过了 没有半点心鲜 不痛 现在这当差的 半天没见到人影了 大人 捕头大哥是您拆出去找线索去了 是吗 他也许 您就别跟我打哈哈了 这本来也不该是我问的事 不过我倒有另外一句话 想问问大人 你说 当时玉娘能在三丈之外认出了王寺 这应该算是一个破绽 您为什么不向王媚婆问清楚呢 王媚婆不已经说了吗 王媚婆已经说了 没说吗 白掌了一对招风耳朵 卖关子 同一时间 同一地点 同一个人的故事 宋某今天听了三遍 宋某 来坐 每一个人说的故事 都大相径庭 完全不一样 照你看来 他们谁说的 更接近事实 别的不说 那个书立说 玉娘和曹家 有着可疑的往来 这是我亲眼所见的 而且书立对玉娘的怀疑 也有三分的道理 从全案看 玉娘和曹家 避嫌还来不及 可她却平平地出现在曹家 你说的有三分道理 那那七分怎么说 那个唐书立说的风流运势 都不是她亲眼所见 亲耳所闻 只不过是她胡编乱造 不足以为信 可是唯一让我想不通的就是 她能把这些事情 说的就像她身灵其境 好像她亲耳听了人家的房事一样 有意思 有意思 你还说有意思呢 三个人说一个人的故事 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 而且你没发现吗 他们说的这不是一个人 这是三个人 这还没意思 俗话说呀 眼见为真 耳听为虚 你为什么不把玉娘招来问个究竟呢 我不想见玉娘 我倒是想看看他们三个谁在说话 三个人说一个人的事 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 只有一个解释 就是每个人心里的动机不动 我说说看 你坐 先说这个吴志贤 他说玉娘 他就着重描述玉娘跟曹末之间的这个眉来眼去 对不对 他要把玉娘说成一个百媚横生 让所有男人 当然是风流男人 一见就心圆一马的那么一个角色游武 他这是在给曹末找杀人动机 唐书丽 唐书丽是为什么呢 她描述玉娘就一定要描述成一个水性洋花 不守妇道的淫妇 她巴不得让我把这个玉娘绳之以防 王媒婆 王媒婆跟他们不一样 王媒婆 你记得吧 她呀 也是说漏了嘴 她差点让玉娘牵扯到这个 通奸谋杀的案子里去 她心里对玉娘有愧 并且想拼命地弥补 所以在她嘴里 玉娘就成了一个品貌无双的那么个完人 由此可见呀 这三个人说的玉娘都不是真正的玉娘 你说啊 英姑 到底谁说的才是真正的玉娘呢 我只知道 接下来您会亲自验证 对呀 百文不如一箭 英姑 咱俩看看去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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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是玉娘 我去把她叫住 不 我们跟着她 我听说你在关义待了一天 是不是想让宋大人提鞋提鞋啊 宋大人是高人 高人自有高人的见解 至于他老人家提不提鞋小力 宋大人自有主见 说你胖你还喘着了 你是不是在宋大人面前告我误壮了 知县大人从无过错 小力何来误壮啊 这是当然 不过这个宋大人办事认真 而且他还要对曹末的杀人案 进行复审 无非是例行公事 真金不怕火炼 证据确凿的铁案 还能怕他查出个节外生枝 你什么意思 要说曹末杀人这个案子 小力以为大人当初就不该怜香惜玉 什么叫怜香惜玉 大人虽然把凶手判了斩刑 可是去放了淫妇 小力至今觉得不妥 你怎么知道曹末和玉娘合谋 那么大人怎么就能认定玉娘清白无辜呢 大人不是总是说漂亮的女人脸上总写个货字吗 小力以为大人此言简直就是至理名言呢 不如说你有切肤之痛 岂是大辱 大人小力家事如举 何言切肤之痛 大人所言简直就是莫名其妙啊 算了吧 谁不知道你们家老婆是水性洋花 她早就让你当上王吧了 你有气不敢往自家老婆身上撒 就恨不得把天底下所有漂亮女人都赶尽杀绝啊 一个大老爷们 有本事你回家整治整治你们家那个水性洋花的老婆 从别人身上撒什么气 大人清官难断家务事 你拿小力的家事说事又是公允呢 你有气不敢向自家老婆身上撒 而嫁故于别人 有公允了吗 我唐某并非心胸偏狭的小人 但我唐某敢说 本案最后被推上断头抬的 绝不止一个曹墨 还有谁啊 吟妇玉娘 你的意思是说宋大人兵住的是玉娘 大人当初要是听了小力的忠告 将肩夫吟妇一同严惩 也不知会落得今天怎么被动啊 我说这个宋大人 他为什么一直不提审曹墨 原来他的眼睛是盯着玉娘 什么断育高手 不过是如此 大人 您在想什么呢 干干什么干什么去 屁打个书里在我这儿成什么能 更够肯使随虎吃肉 宋大人按唐某所指将案子改判了 你敢说 提醒大人身边 不会多一个精明能干的纹理 哼 曹墨和玉娘虽然是初次见面 可二人没来眼去 就已经让曹墨神魂颠倒 欲罢不能 小力这个古人古事 恰恰是为了省些口舌 直接本案真相 本案中的潘金莲 就是本地出了名的大美人玉娘啊 玉娘不但人美 她心也善 反正我老婆子的眼睛 挑不出一点毛病 大人 你把魂丢了 别吵别吵 英姑 要是按卷宗记载的话 曹墨伏击王寺 就应该是从这儿出发的 真是不可思议 大人 人不在了 跟丢了 丢不了 我知道她出没的地方 走 末儿啊 你进来不是尝尝头疼吗 你怎么知道了娘 儿是娘的心头之肉 而有了病痛 就会传到娘的心里 把这大乳汤喝了 儿的病痛去了 娘的心里也就踏实了 从前有一个母亲 她把自己身上的一切 给了儿子 可儿子 还争着想要什么的眼睛 站在她的面前 母亲就问了 儿啊 你还想要什么 儿子说 我想要娘的心 娘就把心掏出来 给了儿子 儿子捧着娘的心 弯崩乱跳的就跑出去了 一不小心脚下一摔 把娘的心重重的 就摔在了地上 可是你要问她的第一句话 就是 儿啊 你摔疼了没有啊 母亲 妈妈 是我 玉娘 出什么事了 没事 我不是跟你说过 让你这两天别再来了吗 这些日子多亏了你 我才活到现在 可摩尔的日子快到了 你不要再到这儿来 沾晦气了 大婶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大婶 咱们到堂屋去说吧 玉娘啊 有什么话 就在这儿天井说吧 大婶 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堂屋 有什么话不让我进去 什么话不让你吃 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去